大家选择等你来选择男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 三号 三号女嘉宾 接下来咱先看看三号女嘉宾的照片 这真是老照片了 这个我感觉特别年代感 那个年代的时候 一般女演员都会这样照一下 是吧 对人长得也很漂亮 另外这个角度 你看这个发型的这种感觉 当年是特别流行 这种稍稍有点弯曲的这样的 也不知道是自来卷 还是自己卷的 好烫 我年纪大便到这 但是一看最起码就是很时髦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女嘉宾上场 我的生活因你而不同 我是来自沈阳的孙凤霞 欢迎您 您好 漂亮 您是属于一个特别喜欢打扮的女士吗 不喜欢 她怎么折迷 摸着眼是啥意思 你看她那个 从来没这么闯 所以今天为了上台 就调剂一下颜色 所以拿它搭配了一下对吧 而且你看她头上还有红发式 然后身前还有红挂坠 还有金项链 对 背走 背走 背两 还有玉手镯 好像厂下有一件吊 好啊 你们都是放大镜 其实把你家红挂坠都穿身上了吗 全穿身上了 先买东西了 今天来到舞台上的这位女士真的很亮丽 那她生活中的样子到底是啥样的呢 再看看 20390号孙女士 59岁 沈阳人 李毅 有住房 企业退休 子女你独立 你的爱好就是你的方向 你的兴趣就是你的资本 个人有个人的理想乐源 大家好 我是顺凤霞 我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 我喜欢唱歌 唱歌能让人心情愉悦 心情不好时 听一些欢开的歌曲 跟着唱几句 不知不觉中你的心情也像欢快的音乐好了起来 同时我还喜欢打太极 打羽毛球 跳广场舞 玩累了就跟朋友一起坐坐里聊 聊一聊天 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享受生活 我这个人性格好 爱做家务 家里边也收拾着干干净净 非常温馨 但是总觉得身边少了一个人 白天我们一起运动 晚上彼此相伴聊天 你会是那个人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爱的选择 你来了 其实真的 听到你描述自己平时生活的时候 特别羡慕你 生活简直太惬意了 锻炼身体 理疗 享受生活 就是你全部的日常是吗 几个多好 没人说话 没人说话 有时候不去坐里聊了一个人搁家的时候 就觉得没意思 你会有那种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很焦虑吗 感觉不 总不能一个人 还得跟孩子一起 然后你自己的时候他还担心你 如果你要有个伴 是不是孩子也不担心了 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要是难过的时候 我们把这件事情分享出去 你的难过就减掉一半 但是如果你要是开心的时候 你把这个欢乐告诉给对方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幸福会增长一倍 所以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是欢乐也好 还是悲伤也好 你都会觉得索然无味 这就是很多人寂寞的原因 那叔叔要给你了 他把他的焦虑要给你了 你受不了不 您能接住吗 能 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初他情况 你没一定焦虑就是没有伴 这你能接住吗 身边有个人扶持啊 那肯定是感觉心里有靠